数字 2比0 2比0 这个数字它恐怖就恐怖在BO7的比赛里 一旦3比0基本意味着没有办法翻盘 所以这局比赛这场会必须使劲所有的套路跟所有的牌了 不能留牌了 起码先把选手状态给打上来 对 你把团队的那种配合给打上来 我很认同评论席那个观点 你要给魏扬拿点有杀死比赛能力的英雄 像靖和蓝 是的 KSG先把蒙田 AG用过的工本依旧不放 哇 还是这个明示影 KSG蓝色方两次班位一模一样 蒙田加明示影 KSG是用前路 而且前期特别猛的英雄不给你 就你休想在前期占到我便宜 他们一定是想在中路拿便宜 然后开始辐射 是的 这局的话最终是有一个公孙黎在外面 然后双方先选拼抢一个打野 KSG是把这个蓝率先拿掉了 他在蓝进公孙黎当中三个选的这个蓝 优先拿了 进加夏侯敦 这把是两个打野位的正面碰撞 这手夏侯敦拿了就直接把上半区在前期已经是做强做强了 猪八戒 猪王 阿泽 现在KSG不声不响的有好多招牌英雄 过之后 打鱼姬 打蓝 这是一套AG做强上半区的一个阵容 KSG也是想打上半区 他拿这个鱼姬的话 就已经要考虑这局的小九下路是一个抗压了 抗压射了 精产 自己加火舞和进趴这两个 速度KSG 回骨子 把这种具备强开能力打节奏 可以占河道视野的 卡河道位置的那种强力游走 全扮了 刘邦 封了一手刘邦加蓝 刘邦加蓝 盾山 把强开斧全扮了 那其实还有个东黄太医也有了 这样的话往心有点难打 这把AG是挺拼的 这个阵容选的就是上路要跟你拼个你死我活 强度很够 哇 他们有走位 他们射手位拿一个什么去抗压 射手是鱼姬中路拿了手周鱼 拿线拳 然后可以帮着 帮着跟AG这边的人抢节奏 拿泰乙 泰乙跟东黄对调嘛 这局KSG的节奏会稍微慢一点 陈瑞昌会这边的射手要手 抗压射 射手的话 这局就正常拿个下路 下路跟鱼姬对着发育的就行了 下路 因为这一把的重点 他并不在发育路 这把的重点绝对是在上半区 对抗路还有 还有辐射到蓝巴斧野区那一片 对 李元芳也是抗压射 但手稍微短一点 后期很厉害 这局上半区的碰撞 这局上半区的碰撞 两边阵容已经看明白了 猪八戒打夏侯 进打马可 一样的 换成马可 这个无伤大爷就是在中期的时候 能站出来 有一个马可波罗去压一个位置 可以去拿到中路的核道 核道视野 那这把应该不能换线 换线没有什么意思 没有换线的必要 对在下路吃钱就行 下猴吨 下猴吨 火舞加进 这个上半区组合 就是要压你 对 这把就是马可在下路自己发育 慢慢发育 慢慢吃钱 然后上路的话是 猪八戒对下猴吨 进打篮 然后周瑜的快速抢线 去对到火舞这样的一个 帮边很强的英雄 双方辅助也是太乙加东黄 两个很强硬的辅助 这把上路是必须先打个天昏地暗 绝个生死 活的人才有资格发育 很有意思 就看前七 看前四分钟 前四分钟哪里的优势会大一点 将决定这把比赛的一个走向 看下则是带逞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伏笔 就是老猪八戒带逞会玩的 怎么说呢 特别有效果 但一般新人猪八戒带逞 他的作用就会比较弱 第一局的时候 当时易安选猪八戒带了个逞 然后苏若KSG是让马可对到 陈级猪的时候 可以发现这个陈级猪 其实是发挥不了什么效果 是的 看下则吧 而且是在中路动不了的情况下 那这一把的话 如果AG也进行带能换线 确实能压猪八戒 但自己下欧敦的作用 就发挥不出来了 不能太烈 说白了这种猪八戒 特别对到马可 不能太逆风 太逆风就没有任何办法 然后他的作用就是 他不适应去切我牌 他一定程度 他其实是卡位置 和保护牌的那种类型的英雄 他可以当一个半个保镖 高加半个卡视野的作用 他如果硬要往里扎的话 就出不来了 进入双方第三局比赛 蓝色方苏州KSG 红色方成都AG超人会 目前的苏州KSG 2比0领先 如果再下一分 将会直接进入赛点 我是李久 我是黄超 双方的中路 我们聚精会神来观看一下 当局总市场 百分之超过20分钟 大部分的观众认为超过20分钟 今天确实比较快 直接进野区了 但是中线抢的很快 闪现进来炸一下 贵央衣血掉了 依然追着坎巴 婉星也收掉 这个蓝Buff是谁的 周瑜吹火 和武梯进来 拿到蓝 蓝Buff在九成的手里 很拼 傻猴还是抵 然后再看阿泽 阿泽此时的猪八戒 是已经把成都AG超王辉的蓝Buff野区 反得干干净净 这是那种标志性的打法 就是猪八戒代程直接进野区 蓝拿完第一个Buff 上路吃坡线 我甚至看他这个动作 是有点想配合鱼姬 对于马可波罗进行击杀 这么拼吗 代程的 想先逼位移 二技能拉一下 拽没把马可拽回来 那就不能杀了 他如果刚才二技能拉断就厉害了 逼了鱼姬一个闪现 对 刚才那波很危险 斗智斗勇 猪八戒留了一个二技能之后的普攻拉 那一下如果拉断了马可的位移 刚才那波他们其实有点想抢在马可升到两级前 对马可进行击杀的 但是看到马可 在猪八戒进塔的时候 一下子升到两级 他们就丧失了一点欲望了 对 而且马可在进化的 很难杀的 其实 一脚 踢找到一曲 一个反吹 再来扇子 双方斩成一比一平 直接把上半区河道给卡住 见人就打 这个蓝Buff开技是想控的 但还要一会儿才刷进 打得很凶啊 但这波猪八戒在啊 刚才那波猪八戒是不在的 等于是一波多打手 但这里的话 上路线是已经让进清线去处理完了 一会儿猪八戒先要在野区开个路 开个视野让蓝去清线 这波4v4 KS即是放还是干 先动手 一套 直接把猪八戒秒了 夏侯顿一闪再拍 很果断 两个人还要守这个蓝吗 蓝进来溜一下走了 非常果断 直接动手 一套带走 一安 和九成的combo 这么打的话 AG才对嘛 就是要你让中路舒服 让中路舒服之后跟着一起 不管是打入侵也好 打支援也好 其他地方就舒服 KSG就是这么打的 对 这一局是蛮优秀的 其实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还能这么果断 不容易 这波马可也来中路帮着一起拿线 拿线可以直接转下 中路核到这里直接空 周瑜是放了一波线 把中路线给蓝吃 然后提前帮着鱼姬下路这里想卡一下马可 但这个位置没卡住 只能先给一剑 消耗一下 一局又动起来了 不让伊诺吃冰 尾刀不到 退一下 KSG现在打法就是这样 一旦在其他位置占不到便宜 一旦在其他位置占不到便宜 一局就开始猛攻下路 猛攻下路 再帮助小九 让小九舒服一点 对 就选择铁 我现在是选A 就是上半区 上半区打不出来 我选B C位转移 就投不铁 这波卫阳上路线拳 又能拿到了 拿到线拳可以直接进野区 那则现在有点害怕 前面那波已经证明过 有秒材的能力 周瑜是提前在野区已经 不防好了 卫阳进来 小A也到 这波铁没中 哎 下路等会儿 单杀 正面 咬住 婉欣再空一手 卫阳这边成功击杀的婉欣 都往三分球 阿德 也被打死 再进野区成功 连拿两个人头 但是下路要掉塔了 下路有点崩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鱼姬单杀马可波罗 对 我是看到小九 押到二塔 在下路 押到二塔前面 而且交出自己的闪现 看这一波 满血 现在大家都是满血 而且兵线没交汇 大招一脚直接踢 二技能 普攻闪现根 再普攻 活活点死 这是一个 怎么说 遭遇战 他并不是在抢现过人当中有什么摩擦 对 而只是两个人在 在野区那一边 互相遭遇了一下 但是小九敢操作 他真的敢打 但这样的话就给自己的局面打出了一丝机会 本身的话 现在KSG是非常逆风的 因为他的上半区是已经被爆了 但是下路这个马克的阵亡 让KSG还是有希望的 取得一线生机 你只能说 但鱼姬这个点得说 他虽然站到一点优势 但他发育时间太长 他也加两个 在这也没能填到 他还需要一点时间 他现在立马站出来是不太现实 不过是不过KSG把人的位置给卡住之后 把兵线护到中路稍微摸了一下中塔 4000经济 全场经济第一 KSG的一个临场判断还是比较正确的 对 把小九的一个发育环境给保好 是的 只能说敢操作有敢操作的优点 就是本来这把KSG应该是已经非常难打了 这蓝野区已经是爆掉了 因为你下路的射手鱼姬嘛 鱼姬的一个发力机是要比马克晚的 对 他现在稍微提速了一下 H借着蓝区的优势 拆伤二 S被推回来了 看一路的不能把伤二塔点掉 应该是能掉 炮车可以退掉 这样还行值得 中路阿泽想留 但是他的经济很低啊这局 他很脆 吹火 藝木 吹火 跟上来 雨姬直接踩 小子排三个 进他拨进来 带一个走 小九再换位置 自己能出不出来 不过还好 队友惊了一下 9成 这里也要死了 哇这波被操作了 这波E曲 独到了九城的九城想干嘛 九城想上去 卡人打消耗 但是依取在你技能还没放之前 我就已经做好准备了 现在KSG在靠着个人操作 尽可能往后续 老王中路戏马支持KSG 零二月光支持的是AG 手法太硬了呀 KSG进行 对 但现在主要的问题是 AG现在其实局面优势真的很大 但经济差不大 所以有危险 对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会有危险 该内波威央是很果断 进来把鱼姬带走 但是这种情况下经济差拉不开 其实并不能够让他们安心 或者鱼姬吃中线 AG的话则是长还是空的上半区 先拿一条龙再反这个篮 稳稳吃下来 下路兵线先送过去 KSG这局应该是要拖一拖了 他们没有特别好的先手 这局在这个局面 小A不可能去闪炸 其实他们是先手就是开前排 就是开东黄开下路敦 但他们要开两个前排的仰仗的 得靠后排射手的一个输出 现在小9的输出还不够 所以暂时还开不了 小A这把是一定不可能去闪炸的 他就是一保护白为主 等到小9输出上来之后 苏州K自己就会非常果断的上去开前排了 阿泽 阿泽 纯金 纯金苍穹 阿泽拉一手 自己弹出来 把伤害很高 狂了一下 自己大招进来的 还好猪卷没把他卡死 不然这个位置他可能要交代 这波阿泽顶上去的目的 就是把这个红拔斧 控到自己手里面 对 表后进来想咬 炸了一下 炸了一下 没有咬到 没有交闪 再拍两个 2000 还是这个竞技场 等波龙 这么一只拉不开其实太危险 太危险 对 因为你阵容的强势其实持续不了多久 对 走位热点图 这是艾斯的热点图 就是进来 反复的进来 艾斯这把是把河道给控住了 是的 哇 这个阵容 你河道要还能丢 真的就不可选 火舞加冬皇 对 太好控 再加个下火盾 再进野区 这波开始怎么说 不太想给啊 尝试一下吧 一安先进来的 烧 在周园的火上 被烧得挺难受的 就还是给 但是不那么轻松的给 这蓝 怎么说 没事 小问题 我先慢慢压过去 艾斯奔狼 这波东皇是有闪的 这条龙 这个龙AG是一定要拿到的 AG如果在这个龙团上面 出问题 那KSG就要开始翻盘了 给剑咬刀 吃到东皇的大 但这样的话 蓝其实有机会进场 阿瑟没有死 蓝进来 夏侯盾一个一闪拍起来 婉星被九成打掉 特别一路转进来 收掉小九 好 再跟一锁子弹一曲 被压上残血 进去比赛 就是一安跟九成 这两个点 他们的先手 打太好了 非常果断 而且COMBO接得非常漂亮 刚才那一波 其实在东皇交完大之后 蓝是有进场时机的 最后一秒钟COMBO直接秒掉 然后一路反手 一个大 赚掉了小九 上楼 遭遇 小摩擦 轻差拉到三千 关键降下龙 AG是把人击杀完之后 先选择把塔推掉 尽可能的 能推几座推几座 对 等到后面 回防的时候 就回撤的时候 再把这个龙给收了 顺手 顺手拿掉 然后一路正好 可以回家拿红了 火舞比较灵活 这波还想再控个篮 想控个篮 再回家拿红 这个篮 猪八戒有逞 所以看下巴留他了 一个成绩 阿泽又拿回来了 晚信 明刀 这个装备是一波留的 那种装备 苍穹加明刀 他想拼一波 7800的经济 做了一身薄命的装备 对 对位的进去9200 尼诺的马可 也反超了小九的经济 反超了1200 中路位置领先1300 整体经济现在领先 还是比较多的 Buff 两篇也是持续的入侵 拉出来 做一下 又被阿泽拿到了 又被阿泽拿到了 下路 下路 攻二他 我KSG什么时候反扑这一波 就很精彩 本朗三摇 本朗三摇 想找人 没找到 第一时间没找到什么太好的目标 侧面的蓝 在四季而动 猪八戒拉 回拽 找到 不错 这一脚没有踢中 小九没死 依然再拍一下 找猪八戒 没能击杀掉 那这一波攻高地 没打出效果 但是这里 婉欣和魏央那一波 中路 solo 婉欣被打出了明刀 明刀 是已经没了 而且现在太乙没复活 太乙没复活的话 艾斯可以尝试着找下机会 让魏央中路先偷了一波 中塔的 拉 拉到伊安 伊安有大招 可以往后拉 伊诺再点下他 一个中下来回的拉扯 除了KSG的下高也要被破了 蓝跟进来 两口咬得非常漂亮 一键补上带走马可 再跟东皇太一 漂亮的伊闪啊 这波 就 就是 在给机会啊 其实 可以 可以把经济稍微补一补 把兵线全部扑出去 视野 直接反压A级 再加一座蓝 再加一个蓝buff 以及这座没推掉的下高地 这座下高地 你刚才 本来是优势可以慢慢磨的 现在你在想碰它就比较难了 对 刚才是没有必要的 已经赚了 队友都已经走了 其实就是拉扯到下路 点了两下 就点两下可以了 就磨一磨就行了 对 现在中塔还掉了 其实就多摊了两下普攻 再看经济 追平了快 一会儿等鱼姬魔女斗篷做出来之后 火舞对它威胁小了 KSG的团结会不会变得更加好打吧 对 现在是每一波都是 一安跟九成这个点 九成这把的火舞要比前两把发挥得好 这把的存在感比前两把高多了 每次进来一脚不说把鱼姬踢死 但基本是踢残的 而这小九没有输出了 但是这个阵容在KSG里 一旦小九没输出的话 因为晚心经济不够 一曲又是个周五鱼 所以他们伤害量是不够的 但一旦你能够让小九安稳地输出了 这局面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这条主宰 AG横竖得把高地再攻下来一遍 不然越往后走越难受 先要想想把这一片视野给站住 站住之后这个主宰才能打 大家看小地图漫就能看出来 刚才的KSG基本是龟缩高地了 现在已经开始往处走了 但伊诺这一缩子是把小A给扫回去了 再给阿特一缩就要退了 要退了 两个可以开视野的人全都没状态了 对 龙稳稳地拿 但这条龙重中之重 一定不能再出问题了 推个下高还是不成问题的 推个下高还是不成问题的 就是后续 欧阳已经要去下路把这个主宰给放掉了 小九的魔女马上出来了 在那里的投票里 现在是在这一面 那边是神经典可 能够再进去 我会有点空 这两面的攻击 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一波推进 有没有可能是生死团 先扫阿泽再吃一扇子 这个塔可能要给 阿泽扛不住 他是不想加勇业 但是还是扛不住 这次我扫到了小九 让他自己可以回血 小九现在已经是有魔女躲棚了 AG是拆完高地就退 还是要拼一波 他们想等上路的龙进来 然后去上高给压力的同时 再给水晶压力 舔 炸 东黄咬 刚才舔的是马可波罗 拉一下马可波罗大招 给一击跟一剑 猪八戒这边没有闪现 只能一技能做一下 这是逞击猪八戒 对后排的压制力还是不太够 而且泰乙真人他被咬 之前血量就已经被压下来了 对 血量拼不过 没办法 招住自己的复活 上高 这不拿下来 三高全破 马可波罗普的气血 继续压 17秒刷暴君 这是一个五打四 AG先藏视野 洋装撤队再给了 本王一波冲锋 猪八戒狗上去 还没有 还没有 鱼姬再给输出 这一波鱼姬 这一波鱼姬的位置 还可以 被派一下 拉开局里 手里有波甲被打掉 侧面队友要救 闪现上来炸两个 再踢一脚 再给复活 还是没倒 再跟输出 感觉打赢了 手下来了 对 强行打赢了一波团战 PSG成功拖到了小A复活 拖到小A复活 又把自己的鱼姬保了下来 前波奔狼冲上来 下猴开团 猪八戒一个反了 但是被猪八戒给断了 被猪八戒拆火 然后进来奈何不了 小九这边输出一波之后 直接逐日换复活 闪现上去继续补出出车 阿泽两个人打三个 而另外一侧的九层 则是卡着速度PSG 另外的一些人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 如果这种冲法 东皇太一直接奔狼闪现咬 行不行 他当时在冷却 没有是吗 对 因为上一波的话才咬完太一 那是等个CT呗 我觉得那是等一下嘛 刚才过去的一瞬间 没办法开团 你等于等于 你奔狼跑过去 夏侯敦的大招开团 这个太软了呀 其实是KSG打得太好了 阿泽这个猪八戒和小九的鱼姬 在那波团 两个人分割A级战场 是的 所以我觉得需要东皇的大 你说刚才那个位置 如果是闪现了 直接把猪八戒咬了 其实杀了也就杀了 阿泽也没操作空间 艾斯把人位置卡住了 绕过来 要咬谁 有闪有大 闪现咬 这波咬到C位给复活 这波咬得非常漂亮 拉开距离 雨季后 踢一下二间的开启 来 铭刀直接被切掉 蔡马克波都转进去 转两个 再接伤害 锋芒秘露 自己被拉到墙 那伤害是不是不太够了 晚星还没死 手里捏个复活甲 冰线在里面可以直接拆夹的 先打马可 二连击破 直接被拆掉 还有冰可以直接点水晶 猪八戒回岳一放 二连击破 恭喜成都A进超完会 有点风险 但是有惊无险 还是拿下来 最后这一波非常漂亮 这是东方他一整局咬得最漂亮的一个打 他要卡绕侧边相当于是一个绕后了 绕后直接在人群之中精准锁住鱼姬 就等于小九这波团什么都没做就死了 而且他也还白交一个复活 小九自己明到最终自己也没得走出来 那个位置撤不出去的 那个位置已经被封在一塔的那个位置了 然后有火舞有劲 跑是肯定跑不了的 是的 所以说看到了 就是说如果给魏扬拿到一个强一点的打野英雄 他在对位到晚心的时候他是不虚的 他甚至可能还有一点小优势目前看起来 如果打到野区的话 其实能占到便宜就好打很多 对 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你阵容有强势点的话 前期尽可能的围绕强势点打 是的 好了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评论系 嗯 这把成都A级商会搬回一局了 所以上半场的一个比分定格在2比1 总的来说的话 这把成都A级商会在中路的位置上的选择 是给九成选择到了一个法刺不知火舞 也能看到 我觉得他这局还是很敢去找机会的 对 而且是在红色方的第三手一个counterweight的形式拿出来 这个双刺客拿出来之后 这个带剑先不用带剑了 其次双刺客的爆发很高 在红区的那一波两个点一起扎进去 对面瞬间融化了 嗯 还有魏央的进这个点 赛前的是我们也聊到了说这个英雄 只要魏央拿出来的话 就会觉得他稳了 很踏实 这把这把上A级上来就把上中野三个点是确定了 对 包括他们上一局也是在打的一个上半区 只不过上一把的话会是一个凯 而这把的话有镜配合着终结 就完全不是一样的一个情况了 对 嗯 其实我觉得今天前三局也能看到 上一把的异曲 包括这一把的九成双方的中路位置 在拿到一些比较关键的英雄的时候 都能站出来 对 去带领起团队的节奏 像这把的话 苏如Cassie还是说那个问题 就是前期 被进攻的很难受 对 还是说 还是说前面核武找的那波机会找的太好 对 他们抓机会能力很强 因为容错就是在于他们只要看到你的C位 一套爆发打上去 达布斯也给你打残了 剩下后续就是马可或者是进来收割 就是可以看到成都一级双方会前面就是下路抗压 嗯 然后剩下四个人打野区 跟他们第一局是一模一样的 对 整体的一个进攻节奏 确实看到所有KST中间是靠手法 包括很漂亮的那波高地团 打了几波 但是确实是前面的差距太大 而且这个阵容后期太强了 嗯 本局的NVP也是给到了成都A期双方会 九成不知火舞 这也是他选的缔约英雄 嗯 这把确实是打出了很好的效果 而且是在对面2比0的一个情况 而且整体就是打到顺风了之后 成都A期双方会的状态会好很多 你看每个人都是 像S最后一波的东皇 闪现左头咬的鱼姬 太关键了 只要他上一波复果甲已经用过了 就只能是一个太乙之人的大招 大闪强行开 然后魏央进场收割 对上来先打一套爆发 然后剩下让其他人来进场补伤害 就现在这个 爆发压血线 现在A期的这一盘 包括他们第二续的打法 就是很跟他们在A组的时候 就在他们第一轮的时候的一个打法 是很像的 他们会倾斜很多资源给上半区 帮助上半区建立优势 而不是像他们第二轮在S组的时候 打得很温吞 然后再帮下路打的一个2v2堆线 对 就是确实能看出来 给到上半区资源了之后 上半区确实打出了效果 而当把这个魏央的野 纯野核拿出来 说魏央的一个野核 能够给这个A期后期团战 或者说后期终结比赛能力的一个提升 也是肉眼可见的 对 能够看得出来 所以对于成都A期双会来说 还好说是在第三局帮回来了一局 要不然如果3比0的话 就很难 就下半场状态很难调回来 我们先不说英雄池 可能状态就很难调了 但这局赢了之后也可以缓解一点 英雄池的压力 像对面的蓝也用了 对 太乙真人也用了 反正自己家也都用过 对 包括一曲的周瑜 他也玩得很好的 主要是把阿泽的猪八戒拿掉了 对 消耗掉了 对 这个是很关键的 好的 本局也是为大家准备了语音回放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我能靠 我能靠 太义看很同声味的 没到机会 OK 我能靠 没事 没事 注意太义 太义 太义 空炸 空炸 我看了 我咬了一个猪 你们小心点 杀了就算了 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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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停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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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分下 去分下 我能靠 这波我能看得开的 可以打 我们可以打啊 我们技能支援了这波 五目五零 看前面 看前面 咬了 咬了 看他先把他打掉 先把猪杀了 先把猪杀了 来 看我来 来 可以打 可以打 鱼机鱼机鱼记 鱼机没闪 二跆 来 来 可以 鱼机没闪 鱼机没闪 录我 尉剁我 鱼机 鱼机 鱼机呀 鱼机一个 鱼机死 鱼机死 追殺魚 看我,我又閃蒙 我嚇到了 我剎完後面 一個可以 可以 撤enez 殺出 餓完了 滿梭雅 剛最後這波決勝團有很多細節 比如說他們ospace過來的姿勢是由AIS去發起的指揮 讓他讓大家都壓進來點 然后他确实也是闪耀 把这个鱼姬给咬到了 他咬到的时候也说 我开到了鱼姬 然后大家急火秒掉鱼姬 把复活加打出来 然后打完之后呢 伊诺的马可在那边 把人也杀完了 他自己也说 后边我杀完了 对 都会有一些提前量 像艾斯在最后一波 要去咬鱼姬的时候 会跟队友讲看我 对 经常咬到鱼姬的时候 跟队友沟通 队友也看到这个信息 所以他们的急火目标 会一瞬间达成一致的 是的 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语音 还是蛮理想的 是 现在就KSG 现在来到了一个第四局了 现在他们看他们后面 去怎么去做一个选择吧 主要是现在他们手里面 还有一套关于凯 目前来讲的话 蒙田和明世影 看他们在二三局的一个班位 应该是不会再放了 尤其是明世影这个点 对射手的一个加持 是非常值得的 是的 这是下路的一波单杀 小九今天也是非常敢打 这是一个对 没办法 就是鱼姬虽然再怎么改 他对线压个马可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马可这个英雄 他对线就热 是的 就这把整个AG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就跟他们在第一轮一样 不是很给下半区资源 给到上半区足够的一个资源 帮助上半区打出优势 对 就感觉整体的一个进攻风格 完全就变了 打得很主动 这样是对的吗 及时拆火了 但是被鱼姬给一闪 一闪 收掉了 嗯 是些闪现 这我这波拖太乙 这个复活 不太太关键了 太极限了 你知道吧 鱼姬是想要去补伤害 看对面没什么技能了 但是自己也买了个复活架 复活架掉了之后 小小A这边 闪现先炸一下 拆火再给大招 对 今天这个在高地上的攻防 还是很漂亮的 虽然KSG 是一个比较大一个逆风吧 但是确实看上选手的一个操作 还是非常的好的 嗯 这波就是我们刚听到的 语音回放的那一波 艾斯的关键开团开到了鱼姬 然后所有人挤火鱼姬 尼诺在侧面 把泰乙和周瑜击杀了 对 泰乙这人的大招已经用过了 再往后走的话 你这个侧面的位置顶不住 马可波罗进场你管不了 对 手法也是在线的 对 因为前面第二局 就是结束了之后 赛后也有说嘛 就是成队级上会在第三局 肯定是要想尽办法 拿一条比较好的阵容 把前中期给做强 对 跟魏阳的这个劲打一步配合嘛 对 嗯 而确实在这一局 我觉得他们也是做到了嘛 所以把比分给追回来了一局 我接下来对于成都 一场会来说 因为他们第一局埋的坑有点大 呃 还好 现在慢慢的在呃 第二局那般 鲁曼鲁大鲁青 用完了之后稍微好一点了 好一点 是的 现在的话 KSG 他如果继续搬蒙田和明世影的话 像关于凯 他们还有这么一套 然后的话 AG要不要再去玩一次 就是你上次说白了 你看那个AG玩那个药 嗯 玩得不好 就整体的节奏 不是说药 这个英雄玩得不好 他们整体的节奏 打得不好 对 因为跟他们的风格不太适配 你需要让魏阳 哪一个能够 呃 在中期更主动带 带动起来的一个点 对 所以说 嗯 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下 你的蒙田没有了 然后你的药 整体的队伍的体系节奏 打得不好的情况下 上夏宇吧 关于凯还是挺好玩的 嗯 但是下一局 如果苏州KSC拿下来了 他就赛一点了 对 所以我觉得下一局 对于成都 A线上会来说 他们肯定也是想要 去把这个比分扳平的 不能让苏州KSC打得太舒服 然后对于成都 A线上会来讲 他既然在红色方法 就是看counter嘛 尤其是 呃 伊安这名选手 他很喜欢用关于 呃 项羽嘛 如果你真的是要出关于凯的话 项羽是可以去 在队肩上也舒服 还能帮帮拆伙 但是整体来讲 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说 去拿一个类似猪八戒 这样的英雄 继续打一个野核 上半图 继续保持一个上半图 会更好一点 或者说他们加快一点速率 像打野魏魏昂这边 就可以考虑拿菊又青 这种英雄 你把自己的速度提快了之后 一样还是 是的 像刚才说的那样子 今天从第二盘第三盘 虽然第二盘被别人翻盘了 但是明显是感觉 第二盘第三盘 当AG像他们在第一轮一样 给上半区倾斜资源的时候 整体队伍的节奏会快很多 而且确实两盘都打出了优势 只是第二盘在终结比赛上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而已 没错 对 或者还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露娜首约 因为我看到其实蛮多人 也挺期待说 AG会不会拿出首约的 因为BO7了嘛 我不认为这个时间点在场上 还有野核的时候 常规野核 因为他们在这赛季 那个常规野核是他们主要吃门手段 对 他野核也分为两种 两种就是一种是那种打团型带节奏的 另外一种就是你偏刷 更多是带线 对 像露娜这种 不是说平凡的去那个进团 去拉扯 你更多还是在带线刷呀 露娜和Yau有点像的 他强不强是看你剩下四个队友的节奏 能不能帮你把野核的经济滚出来 对 而不像这种野核一样 他像前几把 就是这个第二把第三把 整个威央是参与到了游戏的潜中气的节奏里面 而且他这个英雄是对战场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效果的 对 所以说我们之前包括上一场看到成都 威处上会跟重庆狼队的一个交手 他失利 我们赛后也有分析过嘛 觉得可能说让魏央这个点没有拿的那种绝对的野核 会是一个因素 对 所以今天你能看到第三局是关键的 不让对手三比零的一局 小兽教练也是给魏央选择到了绝对的野核 进他也确实是站出来了 不服众望 我真的觉得在把什么时候可以靠露娜 就是前三楼前面AG在第一轮选得很强 但是KSG选得很弱的时候 你这时候选露娜 基本上你这种能一定能保证 阵容就是肉眼可见的 我一定能帮这个露娜滚野去 我觉得你再去考虑这个露娜会更好一点 对 现在可能更急迫的是要拿一些能够带动节奏的点 赵云 菊油精都可以考虑 虽然说这些版本TG下降了很多 但是这也都到第四局了 大家也没剩什么好牌 对吧 所以就是可以考虑在Counter的情况下去拿 小鸟暂时不太建议在这里去使用 太拖 结果她也不是像露娜这种中期还能站出来一下 打波团 也偏刷 那个露露就是完全一定要能装备成型 要不然真的没伤害 而且不接受逆锋 逆锋了完全就只能吃线的野去看都不敢看一眼 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讲的话 其实两位给到的建议说 还是希望让魏央这边拿比较多的一个野河上的英雄 延续他们在第二盘第三盘那种前期进攻的结果 上半途 然后但是要拿那种就是不要像凯这样的 我只能做为一个承伤位的 还是要说他对战局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的英雄会好一点 因为确实这么几场比赛看下来的话 会觉得说魏央这个点是能够去在队伍 特别是在这样现在是对手一个领先的比分的情况下 还是能够站出来的 而对于成都会上会其他的位置上来讲呢 我觉得就是上一把的话 你说真的就第二把伊诺的那个进化 没有交出来嘛 就没有交嘛 导致那一波的话上来死一个C 上一把的话也会出现单杀 但是上一把明显会感觉比他第二把的一个发挥要好一点了 我认为就是这一盘的话还是不要暂时先按他上一把的打 这把如果拿下了 正好你的大野盒也差不多用光了 对吧 大野盒基本上也就用不光了 或者是拿不到的一个情况下 再去让伊诺的手感在上一盘 靠这一把的一个胜利获得提成 下一把再去打射手位的一个核心 核心 我个人觉得会好一点 对因为BO7其实是要分上下半场的 对吧 上半场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会让这位选手去站出来 他也得有个排平布阵嘛 不能说BO7如果说打到巅峰对决的 七局都靠一个人站出来 这是不现实的 因为英雄池也是受限的 我们是全局逼批嘛 对 所以说还是希望在这个策略上有一个更好的倾斜 对的 而对于苏州KST来说的话 他其实今天第一局一上来 他的这个套路就已经吃下了关键的一分 对包括苏州KST他们在前面的比赛里面 他们的药光过他们的那个我记得曹操加药我印象非常深刻 双战的曹操药打得非常好 所以说实际上他们的持人体系 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个曹操药会等到他们选择红色方看到对面的 类似像关于凯或者说我前期会入侵的时候要这个英雄 他是属于一个怎么说呢 是打你的一个counter的一个英雄 所以我觉得这把的话在蓝色方不太会出 就KSG可能更多的点是在于异曲这里 对 因为他的英雄池可能会更重要一些 让他拿一些节奏型的英雄去来带动成场 因为其他你像阿泽包括晚星 英雄池差吗不差 他真的是随便搭配 你只要教练能安排到的 他选手都能拿得出来 所以我感觉异曲的这个点会更关键 看他是拿破壞型的法师还是节奏型的法师了 发火舞貂蝉上官都在 对 貂蝉对 还有貂蝉 所以关键的第四局到底是苏州KSG先拿赛点 还是成都A级场合会颁平比分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你